大家好,我是九九 儿子跟我说要吃粉蒸肉了 因为我差不多一年都没有做过粉蒸肉了 他特别喜欢吃 好了,今天我砍了这么大一块五花肉 这一碗粉蒸肉给他过过一遍 我们先把这块肉烫一下毛 这个铁锅烫毛很快的 提坏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去洗一下 用点肉水洗 刮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热二十多块钱一斤 还没原来那么贵了 这一坨热有一斤八两 快两斤了 给它切起来 拜个手之后 大片大片的 这块热,我是让妈去给我砍的 你看 它砍的比较标准 做粉蒸肉 我觉得 用这个五花肉做好吃一点 也可以做瘦肉的 腿部肉那招 切好的肉 全部放在一个锅中 倒入一点老抽 椰子一下 手拜一下也可以 还加一点点 把这个粉 自己不配粉了 这是我买的粉 加进去 这个粉蒸肉我们不加盐了 因为这个配料里面它是有盐的 儿子特别学吃这个粉 所以今天我要稍微多一点 他可以吃这个粉当饭吃 再拿一包 再拿一包 刚才我给它加一点水 蒸起来的话 这个 全部要膨胀 因为这个粉里面有米 有米 米粉 还加一些香料 把一个袋子放在下面 可以的 再加水 这个要蹲很久 多了一点水 锅子太大了 再找了一个大锅干 可惜没有这个提的 刚才炖了很久了 我们看一下 炖了有这么久了以后 我们拿筷子给它翻一下 翻一下面 香喷喷的 想吃了怎么办 给它翻一下面 下面的翻上来 翻一下面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大盖子 再来蒸 一直焦大火的来蒸 好了 炖了好几个小时了 好烫 把它炖出来 哎呦这个太烫了 炖好了 我们 这个太烫了 拿好了 这个已经炖好了 我们就吃饭了 妈说再做一个紫菜汤 紫菜鸡蛋汤 把胡椒打起来 夸着一下 来的 这个紫菜呢 我是洗了一下 觉得很脏 好了 把鸡蛋 下进去 这个 这个来了 他最喜欢炒粉的 我还是喝我的汤了 朋友们 吃饭了 今天我要专门为你 多泡一点粉 这个粉挺多的 这个是瘦的 也有瘦的 这个瘦的 这个瘦的不多 你去吃那个粉子 我就觉得你喜欢吃那个粉 都刮点了 没勺子 吃粉当饭了 这个粉很香的 嗯 吃两块肉吗 你缺吃粉 有一块肉 肥的 involved 多烧点吗 嗯 肥子好烧烧 来一半挑了 再来一块肥的 再来点汤 这还是给它勾两碗粉 再来一坨粉 粉也可以当饭去了 就是米做的 早知道你这么学吃这个粉 我再放两包下去 这粉都比你刮的光薄漏 那你一碗饭搞两碗粉也差不多了